浙江广煞队同上海马吉斯队的比赛 赛前和金鱼并列联盟第二位的浙江广煞队 今天在主场输给了风头正进的上海马吉斯队 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采访 本场比赛两支球队在人员配置上都有所加强 广煞队外援拉莫斯的回归对于球队内线来说是极大的补充 而上海队的新外援马库斯兰德里也是首次代表球队登场亮相 首节比赛旨在冲击七连胜的上海队反客为主 除了严防死守之外 上海队还在队长刘伟的率领下打出了两波得分高潮 而浙江广煞也在对手的严防之下首桶之家 钱德勒的发挥也被兰德里压制 导致广煞队在第一节以12比25落后 第二节比赛广煞队老将金立鹏带领外线队友发挥威力 他在本节多次命中三分球 帮助球队缩小落后差距 半场结束广煞队把比分追至40比49 仍然握后9分 下半场比赛开始 上海队的双外援哈里斯和兰德里联手冲击对手的防线 并且为上海队带来了一波9比0的攻势 而广煞队方面金立鹏继续利用三分帮助球队苦苦支撑着局面 比赛进入最后一节 广煞队外援钱德勒连续投中三分 终于将比分的差距缩小到了过位数 但是上海队的刘伟和两名外援在关键时刻接管了比赛 最终没有给浙江广煞队留下翻盘的机会 最终上海队以97比88客场举胜 在常规赛双杀广煞同时 也取得了七连胜的优异斩击 这都会被终到备好了 看起来比赛 一这一棵半 这一棵半三环出发 就是给浙江眩糧带的 看起来 这一棵半竿的 看起来 这一棵半竿的